政治獨心術 我是林楚音 過去呢 大家都知道我在媒體服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轉戰了政壇 那麼我來擔任立法委員之後 其實有隨時追蹤我訊息的朋友應該也都知道 那就是楚音有一個Youtube的頻道叫做台灣好聲音 所以剛剛開場的時候要特別講到政治獨心術 誒 都沒拿到 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我們今天的直播呢 未來在每一個禮拜二的晚上九點鐘 會陪伴大家 過去我在媒體的時候主持這個政論節目 大家都說這政論節目當中 你講的這些東西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到底這些獨心術是怎麼來的呢 政治獨心術 先告訴大家喔 這不是寫錯字 因為你要知道等一下要討論到郭台銘 最近一整個一連串的他的政治活動當中 背板居然就被抓到寫錯字 政治獨心術我們知道政治很多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都有眉眉角角在裡面 那麼這些眉眉角角如果你最近 有追這個Netflix的台灣的台劇 叫做人選之人造浪者 又或者是韓劇喔 這個驚喜愛所演的造後者就知道說 選舉的過程中要有造浪 造浪過程需要媒體 而更重要的是選舉最重要的是什麼 愛有人跟有錢 那在這些一連串的政治事件當中呢 要告訴大家是以後每個禮拜二晚上九點 收看我們政治獨心術 獨政治人物的心 那些隱藏在政治人物內心底 讓你所不知道的這種政治的暴躁 眉角我們要揪出來 至於為什麼又是新舊的心呢 因為很多政治新聞啊 你不要只是看熱鬧 我們要帶你看門道 所以每個禮拜二晚上九點 楚音要用政治獨心術的直播時間 告訴大家接下來緊鑼密鼓的許多政治新聞 到底你是被造浪者 或者是造後者造王者被他們的浪吹著跑 還是我會請到獨心高手 來幫你獨家解析 不可以嗎 造浪造過去喔 我們是要當那個成在浪上面 至少要看懂Mega的人 好 開場很長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要請到三位 我們的獨心高手 來 首先介紹的第一位獨心高手是 溫朗東 大家好 第二位 造浪高手呢 過去啊 他一直在跟那個浪對抗 對抗得很辛苦啊 來 獨心高手戴瑋山 大家好 第三位呢 是我從大概五歲嘛 就認識的好朋友 對 所以現在相識二十年 我的好朋友也是獨心高手 邱明玉 楚音好 大家好 好 開始之前呢 特別強調楚音這個是媒體出身喔 所以對於很多這個政治的事件 我們都知道 選舉最重要要有人嘛 有人拿你站出來給你聽 然後在後面幫你一起加油加油 動算動算 不論是選民是人 然後呢不論是這個支持者是人 還有最重要的是 要跟你站在同黨 站在一起 站在你背後 那也是人 所以選舉最重要是人 第二個是 選舉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有錢 好 我們要說講錢很俗氣 但是我告訴大家 政治獨心術就不要騙人 攤開來講 你辦活動要不要錢 要嘛 對不對 你出去宣傳要不要錢 你讓人家知道你是不是要錢 所以這個錢 這個少不了 但更重要的是媒體 所以明玉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喔 有一個新的這個民調出來喔 就在這幾天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我先從4月30號就是聯合報的民調來講好了 好 因為是網路節目我就直接講了啦 台灣的幾個媒體當中呢 大家都會自動的幫他掛上這個顏色 比如說聯合報啦 中國時報啦 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國民黨比較好 如果都是藍莓的藍莓啦 如果是自由時報啊 或者是偽情的錢東家 一般民眾就直接講說 綠莓綠莓 好 那奇怪了 這個藍莓他做的這個 提問當中誰最適合當 總統候選人 當然就是可想而知 民進黨肯定 最不想的一定是最高分的 好 那國民黨13 民眾黨14 至於政黨對比 把幾個重要的政治人物拿起來 比如說像侯友宜啊 郭台銘啊 很奇怪喔 跟民進黨賴清德比 這個感覺上好像就是告訴你說 換誰都一樣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份民調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媒體已經在造一個事 我會覺得說 反正郭台銘也可以 侯友宜也可以 所以 這個蠻符合聯合報給大家的感覺 反正不論如何 你怎麼做 那兜通都是怎麼樣 反正民進黨 你出來 什麼 不論是遇到郭台銘還是侯友宜 反正沒有贏的機會 這個是蠻符合大家一般的感受 但重點就來了 另外我剛剛講的嘛 這個媒體當中呢 聯合報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報紙 也是感覺上不是感覺上啦 真實情況 對於說對民進黨不是那麼友善的啦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今天5月2號大家看一下 中國時報5月2號 他裡頭齁直接就是在幫忙侯友宜造勢說 耐打侯友宜完勝 然後另外這邊直接就 我讓大家看喔 這不是我個人的說法 他是說什麼 假民道羞辱台灣民主 然後說隨著2020然後開始出現 然後總有很多的民調數據跟別人不太相懂 也跟著選舉結果大不同 然後認為這個假民調介入 為什麼時間這麼巧啊 這個是昨天4月30號做的之後 5月1號聯合報登了 然後中國時報馬上就質疑起有假民調 時間就在隔天耶 所以感覺上這兩家媒體態度不太相同 我先講兩個點啦 第一個就是說聯合報的民調 剛剛主民有講 他在屬性上是比較偏藍的 所以很多藍的民調 他如果說他不去細看這個門道 只是看熱鬧 就嗨起來了 哇這個終於不管是侯友宜 郭台銘都大勝還可以碾壓 34%要下架民進黨 大家是看這個熱鬧 但是事實上我認為聯合報做這個民調 主要其實是幫郭台銘宣傳啦 他現在就是要告訴大家 今天不管你是推郭台銘或侯友宜 反正都可以打敗賴清德兩個人的民調 已經都平手囉 所以呢 像坊間有一些民調都說 侯友宜啊 就大譜領先啊 就贏啊 贏郭台銘啊 這個民調就是要告訴你 他其實不是要跟你講說 民進黨有多彩 他是要告訴你 現在郭台銘已經跟侯友宜打成了平手 所以今天的第一個門道出來了 第一個獨心出來了 就是說這個 他沒有在管你民進黨怎樣啦 對 他就是告訴你說 國民黨不用差啦 不用 這叫什麼 藍營內戰 因為郭台銘也好 侯友宜也好 不管是誰 都會贏 而且 但是有個但書對不對 郭台銘對 賴清德跟侯友宜對賴清德的時候 郭台銘比較高一點 對 反而是領先的 所以這表示就有點顛覆我們的想法 照浪者 對 第一波照浪出來 來了 好 但是我這邊要告訴大家一個內幕 他其實是那個 他的誘導式問話蠻明顯的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真的有接到聯合報民調 所以不要說人家這個是沒打電話 自己在那邊填填數字 沒有 這些不是巧合 但是他的那個問話 他就是問說如果國民黨 就前面那個獎民黨就不用再講了 他就是說 如果你國民黨就是只推侯友宜跟郭台銘的話 你要投誰 結果我那個朋友超有趣的 我朋友說我要支持韓國瑜 不行喔 然後那個民調那個訪問者就說 不行 我們只有兩個選項 然後我朋友說 那我不投了 再見 所以他沒有給你別的選項 就是沒得選擇 這跟我們一般做民調其實很不一樣 對 所以為什麼這個 他上面有講說他聚訪率有431個 他做了1143個人 431個人聚訪 他聚訪率3乘7超高的 所以這個有其他的美感 但是大家看另外一個美感 雖然聯合報算是有良心 你至少這個民調裡面 有郭台銘三個字 對 沒錯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媒體 就是剛剛處理你講的 中國時報 我今天 這是今天的 五月一號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所以你跟我拿的是同一份 只是我拿的是比較 我是社論的 朋友很優秀 這中國時報 你大篇幅打開來 一版 二版 三版 好 那你就看這一版 政治版好了 從頭到尾 你沒有看到郭台銘三個字 確定沒有嗎 我告訴你我用放大鏡 我只差沒有寫圍鏡看了 我用放大鏡看 導播輪影一下 導播輪影 你看 直接被消音了 直接被消音耶 完全找不到郭台銘三個字 而且我告訴你它最妙的 我總算看掉一條新聞 它上面就是 這邊這篇這篇 這個第二版 第二版是終於有 碰到這個國民黨的新聞了 你看我手在痞痞 不要怕不要怕 我們今天公佈真相 一定要讓大家看看 到底這個二版裡面 報主是跟我有仇嗎 好 那就這一篇 雖然是有講到政治新聞 你看 侯友宜 通編都侯友宜 什麼什麼的 你看他總算 我看到說裡面總算 會想到一個郭台銘吧 因為你看 你這條新聞總是要有 郭台銘三個字吧 是 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 沒有 你只有看到說 賴四寶評論說 郭猴之真啊 應該要什麼要有遊戲規則 他連台銘這兩個字都要審耶 所以這個就這樣很符合啦 我們現在業界在講的是說 中國時報你完全完全不可能 看到郭台銘三個字 連郭台銘是消失在這個選舉當中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為什麼首富跟首富之間 是不能相見嗎 因為郭董以前講台灣首富嘛 所以說我們 旺報的旺董之間 有什麼樣的恩怨 是嗎 這個是有通編長的故事啊 但是你給我三個小時 我再跟你講 那我簡單講 我只講一句 對 再回回你 我講兩個點就好了啦 第一個確實他們兩個 曾經有台灣首富之政啊 那不要忘記 他們都是從中國的起家 一個是這個食品大亨嘛 然後一個是做代工的嘛 那等於說他們最大的旗艦呢 是在2016年的6月22號 當時有一個重大的新聞 就是說 紅海要併購這個夏浦 就是說紅夏鏈 結果呢沒想到這個工商時報 就是中國報系的工商時報 在要這個公佈的前一天 就給人家大標題 就寫說 紅夏鏈破局 紅夏鏈破局 做生意最怕這個了 是 那再來 資金 投資者 還有你的股東 對 股價是整個會暴跌的這件事 結果郭台銘當天晚上大動作 就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而且他在當著所有的媒體 他就當場撕了中國時報 我記得這一幕 撕了工商時報 哇 這邊是引起軒然大波 工商時報我備註一下 就是中時報系的 當中的財經相關 而且是真的有他重要性的 對 就從這一天開始 蔡衍明就下令 所有的中時體系 就要全力的來修理郭台銘 但事實上在最早之前 就是說郭台銘一直覺得 中時報系對他非常不友善 包括鴻海的事情 就一直拼命的放大修理他 所以郭台銘當時 有一次他在股東會上 就是各家媒體採訪 他就說你哪一間 你哪一家的啊 然後那個記者就說 他是中時體系的 就郭台銘就直接很霸氣的講說 我只是不買媒體而已啦 不然哪輪得到你蔡老闆啊 就這句話傳回去之後 嗆下來了 所以今天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 就連民意論壇也要寫 侯友宜 看不到郭台銘三個字嘛 所以這就是首腹之間 結下兩字 我最後要講啦 事實上在這次選舉的時候 有幕僚曾經建議郭台銘就說 因為你要選總統了 你應該要跟大家來和解 你跟國民黨都可以道歉鞠躬發鳥了 對 那為什麼你跟這個蔡衍明 就不能和解 就我了解就是說 有人居中牽線 想要兩個首腹來和解 但是後來看起來是沒成啦 所以沒成的話 好 你知道兩個 這個所謂藍營內戰的媒體當中 兩個即將成為王的男人 到底一個有聯合的話 一個有忠實的時候 明明就你來看你 等一下先排告訴我們 你覺得誰會勝出 因為國民黨 現在戰定是五月中 那麼大家都猜測應該是五月十七 因為五月十七 今天星期三 他們中常會可能做一些處理 就會有所提名 所以今天我們政治讀新術 等一下這些讀新高手 就告訴大家 郭鴻 從人 從錢 從媒體 到底誰能夠贏得 最後的這個 國民黨內勝出的機會 剛剛講到的是媒體 因為最近 不論是這個網路上啊 或是新聞上 我們可以看到郭台銘 可以說是真的衝一波啦 連做活動都可以 做活動到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算是正好的行銷 還是不好的行銷 這個是郭董喔 他 在高雄 所做的一個座談會當中 他後面的背板 就在他後面喔 你要知道我們像這種後面這種背板啊 說實話都是現在用這個 iPad去處理的 其實你如果是技術不對 有消換一下就好啊 台灣年輕人的未來在哪 國 這個其實已經是被大家討論了 請問 來 有幾個 有幾個錯字 看直播的好朋友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一下 你們的中文程度可能都比老闆好 但重點就來啦 這個後面有背板有場景 一定是請公關公司來協助 那麼找公關公司就有投入大筆的金 不要說大筆啦 就總要花點錢嘛 我要問朗東 如果就這個郭台銘這一陣子 他所特別拿出來包括核四 核四 這邊還信誓旦旦講說要用核四 馬上到了晚上就發臉書說 不好意思我要道歉 這種又引發話題 但是呢又要來道歉 這算是辦活動成功的一個案例嗎 對啊 郭董他確實是很有錢啊 然後他現在要叫阿明嘛 所以我們改稱他阿明 跟蹤他 阿明阿明 阿明他確實有錢 可是有錢要用在刀口上面 那你原本沒有政治經驗的時候 你怎麼樣找到一個好的政治公關團隊 就會變得很重要 剛剛那個圖 大家討論的第一個 李那個字就是錯字嘛 那個台灣不會用這個字 比較像是中國的這個用法 那年輕人的這個輕呢 在台灣用法輕通常是指輕重的輕 是比較常用 但還有第三個比較少人注意到 有沒有看到那個背板 就是褲英傑你的這個左手安當那個人 那是年輕人嘛 他正在離開阿明 投向光明啊 這個很不吉利啊 所以說你對於一個政治公關團 這每一個細節你都要去考慮 這顯然是郭董 那我真的覺得郭董被騙錢耶 阿明被騙錢耶 背板也錯 然後又沒有銀向光明 阿明這樣不明不行啊 可能那個公司也不是故意騙他 就是這部分的敏銳度不夠 因為如果回到你剛才最近看什麼照浪子 這個如果在現場看到馬上可以換的 對 那現場應該就要去做修正 有一個應該說現場的一個像是 通常辦一個這樣的活動喔 我有經驗的話至少 沒有50 沒有100也要50吧 總要借場地吧 總要把大家找來吧 對啊 那所以說我覺得 郭董在起手事實上 他道歉的這件事情啊 他先去講說 哇在高雄啊 半屏山那邊要裝小型核電廠啊 來這個 我先打岔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齁 就是阿明 阿明齁 阿明他在高雄說什麼 那你不要在這屏東 高雄你本身就要找一個地方嘛 對 那麼 半屏山已經挖得差不多了嘛 在半屏山底下搞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們做一個小型核能發電站 好來 這個 震撼彈厲害在哪裡 這厲害的點是說 那你講完之後高雄一定不開心嘛 阿為什麼好好的 要在我半屏山這邊蓋一個核電廠 那旁邊離蓮池潭啊 離那個美術館啊 還有龍十六都很近 那完全都在範圍內 就不能接受 結果郭董在明湯 他接下來呢 跑去六合夜市喔 去吃的時候說 哇這個夜市的小吃 比台北的好吃 一天之內得罪南北 然後這個就很坦見 一下說台北的小吃沒有高雄好 一下就說核電廠要蓋高雄 南北同時就都得罪了 所以說他現在趕快又半夜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要臉書發文啊 因為通常半夜很多支持者 可能才在睡覺嘛 他說他就很道歉啊 重點是在公店啊 還什麼 那我覺得這不太像是負面行銷 那負面行銷就是 我故意要找查 所以你覺得寫錯字 或者是說得罪高雄人 寫錯字 或者是得罪高雄人 這些都不是他刻意要造浪 讓我們討論 不過我們從節目開始到現在 我們說要20分鐘都在討論阿民 對喔 那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講 現在焦慮感非常的強 因為我們剛剛說我們要寫手版 去揭露這個答案嘛 對 所以我就先賣一個關子 過五分鐘之後 大家手版再攤開來講 所以你阿民跟這個猴猴 你已經壓好了 對壓好了 壓好了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像前面聯合報的那個民調 我這邊查一下 聯合報的民調有多準呢 去年11月11號的時候 他說蔣方安36% 黃山山27% 陳時中20% 這完全兩個都是反的嘛 如果說陳時中跟黃山山這個是反過來 意思是聯合報他在撤的時候 機構效應是非常強的 從他去年做台北市長的民調就知道 因此他做出來的這個民調 頂多最有參考價值在於 猴跟郭的對比上面 其實猴是51 郭是33 就連藍營的效應那麼強 因為很多人聽到聯合報的這樣的一個 就聚訪了 我就掛電話我不想 那麼時間跟你這個聯合報去做訪問 因此這個數據看得出來 猴友宜的支持者是比較多 那當然回到他媒體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郭台銘還有一個很自打臉的那個點 他不是說要大談判時代嗎 然後他旁邊的宇美人也說 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嗎 他就先去跟蔡衍明談啊 他不是大談判高手嗎 先跟蔡衍明兩個人 哇就彼此這個相擁 這個化干戈為玉博 先大談判一下 那當然阿明可能有點委屈 可是委屈的阿明還是阿明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做這件事情呢 那因此這對於郭安明來說 他確實在整個目前的網路生事上面 討論度是非常的高 可是這個討論度要發酵 一直到影響到這個選舉 最後的關鍵人物 還是在朱立倫手上 所以我就簡單的講一下 等一下 而且現在重點喔 他沒有一年的時間 他現在只要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最後要把這兩個禮拜浪照起來 前面剛剛媒體去帶這個風向說 郭猴差不多 但是被你破解 居然你還是認為猴比較厲害 因為郭安明他這種爭議性的這個言論 韓國瑜他在2018年6、7月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了 他一直照了大概兩三個月 到10月的時候甚至才突然間 就照時間了 郭台銘他如果用爭議型的打法的話 兩個禮拜是不夠 至少兩個月的這個時間 所以如果這個初選這個定案呢 是在6月底或是7月的時候 其實郭台銘的機會是更大 但是 但是 救世主 或者是造王者的後面Kingmaker 可能是朱立倫 對 所以朱立倫如果心一橫 直接 朱立倫他有很多點 給阿明 阿明就可以得救 對 那當然朱立倫會把這個機會給阿明 目前來看 所以你覺得朱立倫會給阿明 很不利 因為侯友宜對朱立倫來講 非常親切 兩個人都是落跑高雄 朱立倫2015年的時候就落跑 然後被罵說 你怎麼就落跑啊幹嘛的 然後他就扯一堆什麼 淡水阿嬤之類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恥辱 如果他提名侯友宜 侯友宜也落跑 侯友宜又贏總統了 那是不是就表示說 我們落跑一族的這個尺度就洗刷了 第二個是說 朱立倫最關鍵的點是說 這其實有點劇情洩漏 不過就簡單的講了一下 劇透嗎 劇透嗎 你要劇透 劇透 給你劇透一點點 劇透一點點就是 朱立倫他在前天的時候就講說 他選的不是一個人 是選一個團隊 不是選一個人 選一個戰隊啦 這很奇怪 你選一個戰隊是說 鴻海戰隊 柯文哲戰隊 藍白大戰隊 還是什麼戰隊 那這個大家一想就覺得不對 因為 不是選一個人 再選一個戰隊 所以你覺得誰有戰隊 誰沒有戰隊 首先這句 當然這個戰隊意思是說 朱立倫定義的戰隊 那什麼是朱立倫定義的戰隊 董事長呢這個林宥賢都是朱家軍 朱立倫提拔出來的 糟了糟了 你這個獨心高手 洩漏太多答案了 感覺上我們等一下 不行我要幫我們節目後面賣一點關子 所以我感覺上你所謂的戰隊是指 侯 侯的這些人 過去就朱家軍 朱立倫選這些人 就是他的朱的戰隊 因為他想要在選舉過程中保持影響力 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讓自己的朱家軍的團隊 變成總統的這個團隊 如果是郭董出來遇到一個問題 他繼續找這些奇奇怪怪的這些公關公司 這跟朱立倫一點都沒關係 沒有人家沒有奇怪人家只是寫錯字 而且沒有讓阿明影像光明而已 朱立倫來講阿明的這些團隊 跟他的關係太少了 那個不算是他的團隊 所以扒開朱立倫的內心 我們讀他的心的話 他的心已經偏向了 他一直暗示我們 他一直給我們提示 但是很多人還要一直催他 來來來 我們現場有個最了解 我們侯市長 最了解侯侯的 好好做事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 侯友宜感覺上 在人的部分 因為黨內 我們看到是 新北市議會 現在國民黨的這個新北黨團 完全就是 就是完全在他身邊 幫他改變這個遊戲規則 甚至於還可以罵 同樣是新北市議員 你怎麼可以問這個問題 你怎麼可以質詢這個問題 還可以質詢別人質詢問題 那過去你在 過去四年第一屆 當新北市議員的時候 是可以說被這個 猴猴啊 這個猴猴黨很緊啊 什麼資源也沒你 媒體也不給你曝光 那現在 他就要成為這個 那個男人了嗎 這真的是讓人家 非常非常的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一個這麼沒有墨水的人 可能會成為國民黨要提名的 總統候選人 我覺得非常荒謬 但我覺得其實剛剛聽一聽啊 我還是覺得 郭台銘目前應該是被先人跳 我覺得朱立倫的內心還是 等一下這個是我們現在 第三位的這個 獨心高手的關鍵字嗎 是 先人跳 你看所有民進黨的 是不是 國民黨所有的這個議員 都在幫他開後門 你看光這個議會會起好了 這是史上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次 把總質詢提前到這個五月 就提前到最前面 等於說他不用月考 不用期中考 直接就期末考 對 他就畢業 他就過關 他就可以去好好的選他的總統 那還是因為民進黨簽運比較好 我們抽到比較後面的天數 不然他今天 後遺現在此時此刻 就已經在選總統了耶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他們都已經把這個劇本安排好了 所以他只是指代之後要徵招 所以為什麼時間又往後推 推遲到5月17號 這個時間點可能會是徵招日 那就是因為為了侯友宜 在整個議會會期結束之後 他就可以順利的去被徵招了嘛 不用被民進黨問 所以很明顯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郭台銘 當然他最近很努力的 想要去爭取啦 那你看在這個媒體上面 這個聯合報 他也很認真的想要幫他造浪 可是問題是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 郭台銘花的錢實在太少了 啊 遠遠 等一下 等等 你這樣講一個首富 這樣不行喔 對 他會想起喔 說我什麼沒有 我就可能窮得只剩下錢 他今年當然是投入很多 可是侯友宜投入了5年耶 而且侯友宜比較聰明 他用的不是自己的錢 他用的是納稅人的錢 真的 我跟你說 目前 新北市政府的媒體標案是嗎 不一定是媒體標案 其實只要是活動 那個當然也是 這個獎 我怕我們等一下挖一個洞 會不會買進去 這個說都媽的 就是光一般的政府預算 你在編一個活動的話 他至少編兩成都在做媒體 照理來說 你不應該編這麼多 你看一個可能是這個 我們的耶誕城好 耶誕城政府預算就5千了嘛 那大家想想看他編多少在媒體上面 而且耶誕城是從 耶誕城一路到元宵吧 是 就從感恩節復活節 一直到耶誕節 然後再到化年 然後再到中元節 我今天報一個料好了 今天你第一集 所以我一定要來先報一個料 好 我曾經錄一個政論節目 然後呢 就是我們那個節目 就是前面在講侯友宜 在批侯友宜 結果我節目開播 真的開播喔 大概前一分鐘 製作人急急忙忙跑過來 就說咔 這題全部刪掉不能講 那請問一下 那被刮掉的那個時段怎麼辦 怎麼 總要填滿耶 開始講一些 就把後面的題目 就把題目 對對對 然後當然大家就覺得 啊 原來這個真的壓新聞 這個真的就是起來有 就是跟媒體做 就是完全不能批評侯友宜就對了啦 對啊 然後我要補充一下 所以 照浪 媒體 錢 很重要 而且剛剛我說那個錢 人是還看得到預算書的 很多是用九萬八不用開標 藏在區公所 藏在學校下面 我後來發現他們超喜歡用這種學校 或這種次級單位 在標這種相關的錢 而且會讓他覺得好像貼近民生 貼近新北市民 但問題來了 全國的浪你要怎麼造 全國的浪 那當然就是還是要靠每一個 所謂他的團隊嘛 他現在就是積極在找不同的議員啊 立委在互動 郭台銘也是 所以你看郭台銘很認真在把裝 他真的超認真的 你看看 他在昨天跟今天 這是昨天的新聞 但他昨天5月1號 5月2號 其實他都在想辦法把裝 你看他去到了高雄跟屏東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知道他的票 大部分是在北部 他中南部其實相對是沒有票的 因為他過去的這個性格 大家覺得他好像比較臭屁啊 比較不適合中南部的Kalbi 跟侯儀剛好是一個相反 大老闆啊對不對 你不把票給我 你們就得肺炎 然後他還跟我們說 我沒有詛咒你喔 這不叫詛咒叫什麼 就是他平常講話就是這個意思嗎 你不聽我的話你就給我去擦 對 就是很霸氣的那一種 所以你看他現在就是去 就是屏東跟高雄去做這個互動 因為看到高雄也是跟很多的議員啊 還有前立委啊互動 那屏東就是今天他也到現議會 就是要會談這個地方人事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國民黨內部看起來好像已經在 雙重壓寶了 有到雙重壓寶嗎 雙重壓寶 你看在彰化的謝一鳳 謝家 謝家很有趣喔 謝一鳳其實以前是挺韓國瑜的嘛 可是他這次剛開始一出來 跳出來是挺侯優儀的 現在也是喔 因為他現在是立法院黨團的 應該是書記長 所以他常常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都是在幫侯優儀質詢 中央然後在幫侯優儀解釋 就是炮打 包括我們前一陣子講的這個治安的問題 他還會直接出來說 那所以立成建人沒有責任嗎 你立法院沒有責任嗎 這個馬上一個互承河就出來 沒錯 側翼做得很好 可是很有趣的 他爸爸 他爸爸叫什麼名字呢 他爸爸叫做這個謝點玲 他弟弟啦 他弟弟謝點玲 議長 謝點玲 對不起 講太快 好 他就是直接跳出來說 他挺郭台銘 所以雙面去壓寶嘛 所以這也代表說 我相信郭台銘目前在黨內的民調其實是有起色的 所以他被先人跳 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被先人跳 要有認知你知道 有時候如果生病了要有病逝感 就要去看病吃藥 那如果知道自己被跳了 他要跳出來趕快化解啊 還是你覺得侯優儀就是強到 因為我必須講喔 昨天我們剛剛聽到的阿炳 特別講到這個 現在要告訴我自己說阿炳阿炳阿炳 對 我在幫你 我都覺得你的政治公關 做的沒有我們精實耶 我們至少我幫你改口 沒有叫你果凍或郭董耶 叫你阿炳耶 好不好 我們很認真啦 你叫阿炳 我就覺得像鐵乳軍公散耶 阿炳 我們要加重那種南部人的氣候 都是阿炳 好 阿炳 有人說他丟出核四這一題 是雙殺 什麼殺呢 第一殺當然就是殺民進黨在電力的部分 但是呢也殺誰 也殺侯優儀 因為新北啊 呵呵做事 但是你不能什麼事情先都不回答 所以這是雙殺 那麼包括民進黨團也拋出說 請問侯優儀 你同不同意郭台銘重啟核四 所以顯然阿炳熙有認真在處理 他怎麼樣做回馬槍的部分 所以我先問你你等一下先壓寶 好 但是你認為侯優儀 有這麼多的國民黨 站在他旁邊 包括連剛剛朗東都講說 朱立倫 朱立倫 可能也在默默的已經 這個比比比挪到侯這邊了 那已經都出來跟國民黨道歉的 郭董阿炳 到底有沒有感受到自己被仙人跳 他應該是不想相信 因為人有時候就是把眼睛蒙起來 他就是不想相信 因為大家在旁邊都會跟他拍口叫好 他如果去拜訪哪裡 大家還是會基於他的密子會出來 因為大家可能還是需要政治獻金 還是需要跟郭董變好朋友 所以還是會給他密子出來 可是實際上你看很多動作 其實很多國民黨內還是會覺得 侯優儀比較能夠整合藍營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大家相對來說 看起來好像還是會站在侯優儀旁邊比較多 尤其是在北部的這一些 不管是立委也好 或是議員也好 你看新北完完全全就是侯優儀的禁卵 郭台銘根本踩不進來 好 但是侯優儀沒有問題嗎 剛剛我們是救媒體 灶浪 救人 郭董在挖人 但侯優儀身邊 新北市的這個議員 就已經是他的禁衛軍了 但是如果說你要去講時事 有的時候 大衛不可置取 如果有的時候你一直出事 就算你民調很高 你會巴巴巴巴巴巴巴的結結往下 侯優儀我就覺得他其實 不知道最近有去拜拜嗎 就是那個媽祖 出孫 不知道有去拜拜嗎 他真的一趟到新加坡事情 除了那個慶祭一直 在這個光天化日之下 板橋 尾山的選區 沒錯 就有17歲的年輕人直接去開槍之外 橋也斷了 然後呢 包括還巴黎有 男子欠債兩萬賭債 也要開兩槍 我講喔 這些槍現在加一加67 加2 然後再加哪裡的15 國民黨很喜歡講那個88槍 我覺得現在加起來齁 好像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耶 好但這個是我們都不希望 我們都希望治安是好 但是 尾山 侯優儀治安不好 他真的就沒事嗎 那就算有人幫他造浪 有黨中央的人站在他身邊 那真的就可以化險為夷 成為5月17號的那個男人嗎 不會 其實大家真的對這個非常的在意 而且尤其是 台南的88槍至少是在晚上開的 沒有人在那裡 這現場是車水馬龍耶 我人就在旁邊 阿嬤就在旁邊 她看我在開一槍 真的嚇得要死 然後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巴黎這個發生的事情 是前幾天的 等於侯友宜再從新加坡回來 說什麼震怒啊拍桌啊 然後說要好好處理這個黑幫 結果前幾天又發生這兩槍 而且也是大白天 所以代表其實 在地根本沒在怕啊 我們就在考慮說 總質詢要送這個侯友宜 就是這個防彈背心 是不是每一個人要發一件 因為新北現在看起來就是這樣 因為黑槍很多 所以大家會怕 那大家會怕其實就會重創 他本來這個所謂 不管是漢子的形象也好 或是警政署長 當初那種形象也好 那可是侯友宜看起來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那我要跟處女姐分享 侯友宜在處理這個黑幫 然後處理這種幫派 他基本上他是用一個平衡制衡之術 他會盡量讓每個幫派 就是說你們就好好的去做你們的事情 你不要讓我 就是你可以讓我有個交代就好 所以你會看到最近這幾起槍集 都有一個套路 就是都是未成年的年輕人 跑去開槍 開槍之後就直接去投案 代表說我給你檢查有個交代 可是你長期用這種比較 算是姑息的方式在對待黑幫 你沒有去壓制 他其實就會越長越大 長大到有一天衝突 你無法去處理 他就爆了 就像這個一樣 所以你會看到 在台北市比較不容易發生 那個是因為你有壓制這個黑道 黑道就會自己在裡面會自制 因為他知道如果你出了事 我們出了事 那整個警察如果進來做一些稽查 或是去把你的一些經濟來源斷掉 他可能就會很麻煩 所以黑道比較不會鬧事 那很多事情也會私下解決 那可是就是沒有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情就變成台面上的這種開槍事件 那當然民眾會怕 而且說實在的 在這幾起之前 去年也非常非常多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所以新北的民眾是有感的 有感 雖然沒有上新聞 但是大家會怕 會怕 我想說新北市一定一講說探子來了 探子來了 結果探子只是在隔空打電話 拿很遠 然後手機沒有亮 然後打給局長 對 而且之前在天下雜誌 他又每一年都有做每個縣市的一些評比 在治安這一項 後來剛上任的時候 我們好像是前幾名 後來調到第9名 然後去年調到第19名 一定是末段班了 等於說大家對於他這個治安其實是很沒有信心的 大家覺得活在新北不安全 那所以這個東西他一定會有渲染性 所以你看侯友宜現在就是 極力的說他要去剷除這個黑道 可是其實根本看起來就沒效嘛 你看又看了兩張 可是問題是侯友宜也很厲害啊 就是今天他利用市政質詢的時候 他就在這個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的 這個提問之下就說 啊你們中央也對我不好啊 這四年多來幾年多來都沒有來關心新北啊 所以現在是把韋山你當成 俗家的耶 對 不要是說你都沒有在服務耶 蔡英文有關心過嗎 賴清德有關心過嗎 所以他現在這種轉移焦點的方法也算厲害 也是某一種照浪啊 他每次什麼事情出問題就會推給中央 來我跟大家說 就是去年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新北最嚴重 其實當時 不管是蔡英文或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其實都有問侯友說 你有沒有需要幫忙 有哪裡需要協助的 他都直接跟他說 他說不用 但你請你叫你的 你關好你的小孩 叫你的議員們 不要再來質詢我了 哇哩咧 這不是民主時代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我們一定要揭秘一下 對 所以他是比較好想 然後叫關好小孩 他是怎樣 來來來來 沒有 這個就電視上聽不到 只有在這種網路的直播裡才聽得到 政治獨心術來給你揭秘一下 來好好懷疑一下這通電話 你說你說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的你說你說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 親自打給侯友宜 問他有沒有什麼需要協助的 然後侯友宜剛剛說 不用我們這邊都很好 那不好意思請你的小孩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質詢 那時候還是會期期的 像你的小孩 就是像現在這樣 對 不要再讓我有壓力了 所以他是幫 侯侯是侯老大就對了 幫派老大 對 你自己的小孩 你是小孩 你是小孩 對 這只有 你知道 開槍唱技的那種 幫派老大 才會講說 你自己的小孩 把我關得好 不然不要我唱 我唱這個 要拿出來 對 沒有我的榴槤 丟出來 對 其實侯友宜出聯 很多事情的手法 真的都很黑道 你看那個 如果是爆料 他這個五百萬聲音 他哼的事情 他親自都沒有出來說明 你沒說大家都忘記了 其實大家都被最近這個槍擊線轉移了 可是大家要記得 他從來沒有出來 針對這件事情回應 他回應的方法是怎樣 他叫兩個他的 出來說 我用我的職位做保證 侯友宜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有我就辭職下台 一個叫江喜臻 一個叫呂家愷 都是侯家軍 所以為什麼去年他要推這麼多的侯家軍 就是為了今年選總統嘛 他可以有一個 護衛軍啊 在議會裡面亂弄啊 所以選舉就有人 對 連我們那天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市長施政報告 我們報告到最後 我們留了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去台前去拉布條 我去送一個星星 送一個廢廢 叫侯友宜不要說廢話 說廢話 我覺得這個點滿好的 很好很好 結果那個是我們的質詢時間嘛 然後國民黨一群議員 衝上來包圍我們 叫我們不要再亂 那是我們直接使用 很不尊重人家耶 對啊 所以我就說 國民黨的議員就是做來亂的嘛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民主的這個概念 他就是想要護航侯友宜 好 所以呢 我們從開場到現在 我們說了政治讀心術 要讀政治人物的心 也要去看在每一波的灶浪 或者是政治議題攻防的時候 這些新聞到底有什麼 內行的門道 但是我們先幫大家來歸納整理一下 我覺得阿民的大話 跟我們喉喉的空話 是真的有得拼喔 來我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阿民說了什麼咧 鴻海的股價沒有上200就不退休 他隔年就退休了 好這個是Long Time ago 財經新聞 你如果是有在關心鴻海的股票 你有感受 好然後呢之前還有講過什麼 0到6歲國家養 但是呢 這個到現在 我們是 民進黨是有幫你辦到了啦 陪你一起養 來 然後我當選之後 我共機不會來 我跟你講 這個是最好笑的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不要等你當選 現在共機一直來一直來 你可不可以親自示範 找個直播 跟我們一樣 你要不要就打個電話 直接就 我覺得這很容易嘛 現在直播很容易嘛 他現在不是一直在開直播嗎 我建議他就是 直接找一場 他的這個 這個 我覺得 我真的是覺得 他講什麼 我阿明啦 就是這樣啦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幫他 都可以當公安公司的 你想想看他如果說直播說 來 我現在郭董直接直播 阿明說說 中南海 拿出叮叮電話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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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來 喂 阿平喔 我阿明啦 開年紀先不要來 給我一個名字 好不好 給我選定 阿不然你想不到 你一個月不要來 還是說半個月不要來 因為5月17號之前 我要爭取國民黨的提名 你給我一個名字 不要來 從現在開始 不要走三檔操 你5月18我提名之後 你再來 這樣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你說這樣會不會賺 一定 馬上 哈哈哈哈 真笑耶 阿平會接他電話 好再來 半平山 蓋電廠 安全 馬上他就道歉了 真的真的大話 這個來 對上8萬軍 我8萬機器人去跟他打 這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他是迪士尼 還是什麼 那種復仇系列電影看太多 魔鬼系列 魔鬼系列 阿諾 他有看迪士尼的話 迪士尼最熱的影集 曼達洛人 裡面的話 其實比機器人更強的是拿光劍的 所以說過台銘那一 就拿這個光劍出來 他靠一個光劍就可以去 出到河邊 比方說什麼當選共機不會來 他先不要去想習近平這個難度太高 先解決比較簡單的 朱立倫跟蔡閻明 你覺得他難度高喔 你看 蔡董的人一定是比習近平好嘛 他先打給蔡董 直播一下 他兩個人先握手言和一下 證明他的談判實力 那你連這個 台灣內部都沒辦法搞定 你怎麼說 你可以去處理習近平 這說起來就很扯嘛 那 侯友宇這我覺得好笑的是說 現在網友 除了HoHoGPT之外 又說新的叫 新北耶彈城 彈是子彈的彈 因為那些槍手都很囂張嘛 給導播照一下 給導播照一下 新北耶彈城 耶彈城 耶彈城 耶的彈是子彈的彈 耶 那這個是侯友宇所遇到的問題啊 為什麼呢 因為呢他呢這個 這個六十幾槍 那個槍擊案嘛 其實現在把他查出說呢 在四月十號的時候 當部已經被開槍 所以那兩個幫會之間的這個恩怨 從四月十號就開始 那個時候 侯友宜這個新聞完全都沒有爆出來 也沒有認真去處理 如果他那時候不要想著選總統 先去認真跟兩個幫會啊 去壓制他們的氣焰的話 後續就不會有連續槍擊五十幾槍 這些事情發生 巴黎那個真的很好笑的事情 那離我家還是會很近 我家就住巴黎嘛 那個前面那畫面不是有那個巴黎那個圖嗎 對對對 然後圖上面有沒有看到橘色的那一點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個是一家蝦皮店道店 巴黎中山店 他這個 你是因為去實景勘察嗎 還是你真的每天會經過這裡 他這散布就會到 這離我住的地方一兩百公尺而已 那這個其實這些案子 是一個個累積起來 然後就變成是說 這槍擊案不斷的增加 那你看 其實一定要講的話 我還是覺得阿明真的是蠻不錯的 因為至少左邊可以討論 右邊我不知道要討論 我真的很感謝你解救我 我現在都做一種 你也懂楚音的心 你是楚音讀心書 因為剛剛我是這樣講下來 然後到這裡的時候 我心裡想糟了 身為主持人要怎麼樣解讀 好難啊 左邊右邊 如果你蔡英文會給賴心得獎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就不是換成我們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獎都可以的 還是我們的重點 何分 我行使皆莫全 沒有 不能行使皆莫全嗎 然後再來 溫朗東 社會公平 國家和平 兩岸太平 人民安心 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 三平三定 三平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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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是不是也可以 真的耶 我覺得 好那如果是這樣講起來的話 我覺得阿明至少我們可以討論 比如說那個機器人拿起來 我們還是可以講他個 五分鐘十分鐘也沒問題 那吼吼就沒有什麼話可以衍生的時候 現在我們直播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以上了 從這個 吼 鍋 大戰 兩個人PK 不論是從 人 找支持者 找身邊支持者 或是從 這個 這個晶圓資源 或者到媒體 感覺起來 這兩個人 誰可能在五月十七號出現呢 來 茗玉 直接講 直接講 你講 不用講啦 侯友宜阿 只要明眼人就知道是侯友宜阿 你侯 你咧 侯友宜 蛤 侯友宜阿 已經寫了 我要給他畫個黃罐 黃罐 就是成為美猴王就對了 所以妳剛剛說看那個很痛苦 我也很痛苦 我真正質詢他五言 中華民國是我的家 台灣也是我們的家 那我反問主持人 請問你 你真心認為郭台銘喔 我想說阿明這麼認真 我今天阿明叫得那麼輕 我就想說 阿明難道沒有一點機會嗎 阿明也鞠躬了耶 其實我真心覺得他很可憐啦 我現在很想看到他怎麼樣跟國民黨 國民黨怎麼收拾這個殘局 因為其實剛剛大家都講到他被仙人跳 可是我覺得被仙人跳之外 他還有一個工具人的角色 朱立倫當時要找郭台銘 當然他除了要牽制侯友宜之外 最主要他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是要切斷他跟柯文哲 因為他如果跟柯文哲結合變成第三勢力的話 絕對他的屬性是拉到國民黨的票 那對國民黨來講 是一個最危險的一個潛在敵人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他雖然說 他是政治精算師 你真的不可否認 我覺得他還是有他的盤算之道 所以他第一個嘛 他當然想要郭台銘的錢嘛 那郭台銘 可是大家講到錢的部分 我也覺得滿好笑的是說 其實大家都忘了郭台銘他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外號 叫做茅山道士 那茅山道士不是說他會法術啦 是說他的那個毛利啊 他紅海的那個毛利啊 就是那個壓在神 他的那個獲利是茅山道士 是非常的精打細算 就是將本求利啦 做生意人哪有不賺錢 不賺錢公司就倒了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你想要 就是說你不提名郭台銘 還要叫郭台銘拿錢出來 去資助你國民黨 我覺得你平忙咧 那但是我覺得啦 他今天就是看在說 你郭台銘已經承諾了 你就算沒選贏 但是你也就是 你不會 就是你還是會支持國民黨 他重點是要得到這個承諾 不是不是 你把我仙人跳了之後 騙走讓我人才兩失 然後還要跟我講說我愛你一輩子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 我不會對白人走 那有可能啊 所以我就說我 所以委屈的婚姻也是婚姻 繼續委屈下去 所以委屈的愛情 或是委屈的黨情 也是政黨的感情 所以繼續委屈 我就很想看國民黨 怎麼收拾這一局啊 如果今天郭台銘 他能夠證明說我民調贏了 政治獨心術 我們換一種說法 被仙人跳的郭 阿銘如果真的發現 他被人騙了 感情的騙主給他騙了 他會離開國民黨嗎 還是要對白人走 他本來就不是國民黨 他還沒入黨耶 對 他沒有入黨耶 但他會不會對白人走 我覺得現在有點難了啦 因為柯文哲已經繳了205萬了耶 他已經去登記要選總統了啦 所以除非他要再連署啦 他自己郭台銘要連署 但是我覺得這一局 所以你覺得不會有 侯友一輩提名之後 郭董加柯文哲這一局嗎 還是 我認為他跟柯文哲這個搭配 應該已經沒了 已經沒了 因為柯文哲已經登記要選總統了 只是我是說朱立倫這個手段 非常的高招 他先切斷了你們兩個固固地這樣 但是不要忘記 但是我覺得郭台銘不會真心去服選啦 我這邊再爆一個料啦 就最近你只要是政治圈的名嘴 或是說一些媒體 你都會來自郭台銘的公關公司 就希望給你一個談餐啊 我沒有 我沒有 那你 郭老東你在這裡呼籲 你沒有的意思是說 公關公司看到好了 不用不用 我是幹嘛我們今天這一集 沒有我說談餐 談餐 談餐啦 沒有我是說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真的覺得阿銘的公關公司 可能點閱率會很高 因為我們給他太多招數了啊 直接 我是真的覺得你們直接來下廣告好不好 直接來下廣告 沒有關係 那總而言之 就是那個談餐的內容 就是非常的巨細迷迷 對於侯友宜的批評 我集中講一個就好了啦 他講到說 其實在國民黨內 在新北最挺侯友宜的是李乾隆 對 那他說呢李乾隆呢 曾經做東三次 就是要社宴 然後就是來幫侯友宜 那名單上面都有侯友宜三個字 但是侯友宜呢 就是千拜託 未拜託 他就是不來 就是不來 這是第一個爆料 那第二個爆料呢 他有講說 而且他都是有名有姓的 他說 桃園有一個流姓的議員 他說他在當這個 侯友宜在做桃園的警察局長的時候 他是幫他吉利的護航 那就譬如說像你們新北市議員 像幫侯友宜吉利護航一樣 那沒講到這個流姓的議員 他現在交棒給他的第二代了 結果侯友宜一次都沒有來幫他的子女來站台 所以就是講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他又講到說呢 國民黨現在包括縣市首長這些議員 或是議長成績 他們最切侯友宜的一點 就是侯友宜從來沒有打過半通電話給他們 就是都沒有接到電話 所以他就說侯友宜高高台上啊 這很細耶 對 就基本上他寫的據信名 這就是來自郭鎮宜的公關方 我都要問說 待會兒先生你知道這個嗎 這個你新北齊歡迎的事情 這我第一次聽過 但我知道侯友宜他確實不太去參選 他也是高高在上 其實連我們議員 想要見到他本人都很難 你知道我每次打電話給他 他從來就不接 那你就小閃的啊 真的 我小閃的 藝人跟誰說你小閃的啊 不會不會 你都難過 李天龍他都不去了 李敬堂都不會了 所以這個不算揭秘 這個算是公開的事實 但我有在質詢台康問他 我說市長就你會接我的電話嗎 他就笑笑 他說啊 再看看啦 所以他在台面上 所以 證據這個名譽這個 所謂的獨心高手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感情已經被破壞 已經被分割了 我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他們這個表面上說 我們這個選完一定會大力支持 這個我們是絕對無私無 無私無喔 無私無喔 突立倫的講話 但是我會覺得 對啦 之前已經殺到刀刀劍骨 在台面上殺得滿兇的 你說選後會團結 我是非常的懷疑 可是問題是他有講啦 如果說今天是我出現的話 阿民說的 還是我出現 這個我也會認真的來聽這個 侯友宜的說法 如果是侯友宜出現 他也會幫他啊 所以這麼漂亮的話 既然都講了之後呢 我想要問一下來 郎東那你覺得咧 侯友宜跟郭台銘之間 在聲量上的PK 你會發現確實 照浪有照一波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 就算我們現在說都是侯友宜了 你們三個都點錯侯友宜嗎 連國民黨內也有這樣的氛圍的時候 人家我也是有聲量的 我為什麼要下來變成幫你的照浪者 對 從網路上聲量來看 他們總聲量的話 郭台銘是100萬嘛 然後後裏是96萬 但是要注意到的是 郭台銘有沒有看到 他是從這個4月的時候 4月初宣布要正式參選 這個時候突然間 這個聲量大幅的這個表升 4月5號的時候宣布參選 所以說呢 他這個總聲量是一個平均 從今年1月底 一路算到4月底的這三個月 因此如果我們只看後面 就是4月這一整個月的話 其實郭台銘是完全壓倒 侯友宜的這個聲浪 可是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現在阿明的時間太少了 如果他這個 只有兩個禮拜來不及了 如果要給他兩個月 而不是兩個禮拜的話 這個聲浪是有機會 讓他成為下一個藍營的韓國瑜 但是呢 從整個面向來看的話 其實聲浪要討論到負面比 其實侯友宜的負面 還是比較多的 整體負面比例是36% 郭台銘只有28% 但我認為啦 郭台銘他發現就是因為負面不夠 因為負面要夠高 才會有更多的藍營 你一直被綠營打很可憐 我要同情你 我要這次你選總統 所以他最近才會有一些什麼 所以故意寫錯字 寫錯字啊 那些做法 他就算失誤了 他也覺得阿沒差 就讓柯文哲被抓包說 他就一堆有的問題 去大假罵也是造型 所以郎東我要打個岔 這樣的手法其實是跟柯文哲很像喔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辦法被提名的郭台銘 會選擇好好的來當侯友宜的福龍王 還是他可以去跟柯文哲的福龍王 這個有幾個玄機喔 第一個 郭台銘他過去說 支持侯友宜的前提是 如果我民調輸給侯友宜 可是如果他比的不是民調 或是說黨中央的民調他不相信 他就有理由不支持侯友宜 這個是有文字遊戲的玄機了 來來來畫重點 揭秘者又來揭秘了 阿明是說 我如果是民調輸給侯友宜 我會支持侯友宜 但是 大家昨天都有看新聞齁 那個聯合報 開中民意就告訴大家囉 民調沒有輸 阿明沒有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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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三遍因為很重要 所以如果阿明民調沒有輸 而是用徵召的方式 不是看民調 阿明就可以去支持別人 而且昨天發了很多事情喔 後來他發了很多這個澄清 其中一則他講是說 他目前就全力在準備參選總統 他講這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有人說猴郭佩 要當副的 他趕快就發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我現在全力在想選中 就意思說我不要當侯友宜副手 所以這個其實是他 努力要澄清的這個點 那第三個是說 剛剛明也有講到說 柯文哲的部分 就是國安民會不會如果他 這個貴博民黨拋棄之後 去跟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 這個兩百萬其實是民眾黨黨內的辦法 民眾黨就是一個 沒什麼制度的政黨 所以說 你說柯文哲繳了兩百多萬 說不定過一陣子兩百多 又別的名義了 又有什麼助理費還幹嘛的 又撥回去 給柯文哲用 那根本就不是中選會 正式的一個登記 所以說假設啦 民眾黨現在是拍柯文哲嘛 但是郭台銘他真的心有不甘的 他可以透過贊助柯文哲的方式 去扯國民黨後腿 也可以透過說 如果柯文哲民調下滑後問題 郭台銘這時候再來跟民眾黨合作 這可能性也是有 雖然說沒有到很高 那現在國民黨最終朱立倫的觀點 他是非常害怕 阿民變成恐怖情人 所以他就一直用各種方式去暗示他說 不是你 不是你 就像是有些人一直被騷擾 不是你 我不是想要跟你這樣 我沒有喜歡你 朱立倫他就一直會拋出說 我們要選戰隊不是選人 我們不是看民調 都一直給郭台銘暗示 希望他能夠自己看懂了之後呢 主動退出 可是阿民就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不愧是曾經是台灣的首富 他就是看不懂就是看不懂 反正他就當這個暗示那麼重 要裝不懂阿 對 繼續的人在努力 沒有我頭都洗下去阿 這個這麼多場都辦 而且高雄辦完之後 新北要不要回來辦 這個我們都還不知道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這個 民進黨推出來的 總統候選人 就是我們賴清德主席呢 這個戰隊是已經開始了 而且他已經慢慢的在 他自己的腳步底下 開始做他的 不論是 信賴之友會 從這個宜蘭 然後到台中到台南 然後高雄 最後他會回到新北 所以顯然他的步驟在持續 而且他也開始在他的 網路社群上面 我們剛剛講的嘛 你有人出來做活動 然後你有政黨的支持 但重要的是要造浪 要有年輕人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來 賴清德 喝一首搖杯的習慣嗎 有 在跑行程 或者當中我會去買這個 蜘蛛奶茶在車上喝 平常都會喝全糖嗎 全糖當然才夠味 還夠力耶 用力吸 我覺得他的料是怎麼做的 貴嘛是不是 對 是插花粿 插花粿 因為我不敢猜 我說怎麼可能 但就是插花粿的味道啊 牛奶好啊 茶味道也濃 而且插花粿的味道也很鮮美 對 是真的很棒的組合 這是我第一次喝 插花粿珍珠奶茶 這很不容易耶 有沒有想要對外國的朋友 來推薦一下台灣的手搖杯 希望不分國籍 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夠品味一下珍珠奶茶 享受真正的台灣美食 以及了解一下台灣真正的文化 好我快問快答一下瑋珊 有 那個主 主席會 會喝珍珠奶茶嗎 這是在珍珠奶茶日 的時候 就是禮拜天的時候 放上去的 那我看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拿好 就是我想揭秘一下 我沒有看過他喝飲料耶 我其實也沒有 他是會吃甜的男人嗎 他會 他會 而且他非常熱愛甜食 對 所以你看他喝全糖 然後他很愛吃甜食 所以這個全糖不是效果 不是 他喜歡吃鳳梨酥小蛋糕 然後他對甜食 是沒有辦法抗拒誘惑的 對 他曾經在他的自傳裡面有寫過 他非常愛吃甜食 所以 表準台男人 但是他非常敬動身材 那我真的覺得很奇怪是 為什麼 他沒有變胖 跑星辰跑太多 沒有 因為他很注重形象 你看他 他今天這個已經算是尺度大開了 平常的時候 我的尺度大開 看他的衣服 他平常是扣到第一顆耶 你看 他以前 他從小時候 你看他那個小時候那個卡齊制服 他都要扣到第一顆的人耶 其實他 我覺得他這裡 我覺得一定是幕僚 對 我覺得一定是幕僚跟他講說 你這個比較cageal 所以你要打開第二顆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 猴猴跟阿民 兩個人 在空戰上是打得很 這個很用力的 從一是媒體出來的 現場 包括朗東 包括民運都很懂 就是當別人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的時候 你看我們剛剛花了50分鐘 在討論阿民跟猴猴 這個在相對上面 會覺得空戰上面是會弱掉 所以要趕快讓大家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經過 這個幕僚的settle 讓他感覺上會比較可愛嗎 來民運 我先講啦 就是說幕僚現在最頭痛的是 賴欣德的藕包太重 他真的很有藕包 對 所以你知道他很多的意見 這個幕僚給他建議要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我覺得今天已經是他最大的機械 他平常天氣再熱他都一定要穿西裝 你就知道說他的這個藕包形象是很重 他大概只差沒有爬沾穿西裝 他其實有幾個堅持啦 那我就是 就是譬如說 我講幾個 因為你們時間關係 我講兩個小故事就好了 就是說有一次盛選 然後幕僚就很開心說 哎呀這個市長 那時候還是市長盛選 我們這個趕快去喝啤酒海產店 熱潮店 大家來慶祝一下 大家難得嘛這樣 結果賴欣德就很震驚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就買幾個小菜 我們回辦公室 邊吃邊談 然後會的花了 大家就這樣會的花了 本來是海產店喝啤酒慶功的 結果什麼時候了 結果你還要回去買小吃 這樣子邊吃邊 然後這個代表說他很嚴謹的一面 那另外就是說 還有兩個小故事是說 他那時候在幫那個台南的時候 他除了是市長還要幫人家補選 就曾經就有一個比較白目的 他就是是其他黨的候選人 然後不認同民進黨的 然後要上一個宣傳車 然後上一個宣傳車 我覺得重點是他不認同民進黨 而且還批評民進黨 在那場宣傳車上 然後賴清德就在那邊 賴清德死都不開那個宣傳車 就是那個宣傳車他想要 可能就要搭個便車 賴清德說我不會開 就是職善固執不行啊 這如果騎座會 對不對 那個場面很剛剛好 這個工作人員一定 就是把那個人勸下去了之後 那宣傳車才開 可是我覺得啦 這個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這個不認同民進黨的 你還讓他這個這樣不行啊 對因為我們就站過宣傳車嘛 站上去的意思就是騎台啊 就是騎座會啊 你若是這個認同民進黨的照片出去 這樣不得了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部分他就抓得很細就對了 是啦 所以你就看他李全教那個事情也是一樣嘛 他就200多天不進議會嘛 就李全教會選的事情 最後再講一個啦 就是那時候大家還記得那個 台南大地震的時候 他不是從早到晚嗎 就是都很忙 他就是忙到那個鞋子開口笑 他那個鞋子就開開了 我記得有做那個新聞啦 那他後續不知道是說 他的幕僚就看到 這個市長這個鞋子開口笑 就趕快去幫他買一個 那個工地的安全鞋給他開 結果呢他就非常堅持一定要付錢 就一定要付錢給那個廠商 所以你就知道說很多小細節啦 他就是蠻折散固執的一個人 好 所以說對於這個折散固執的人 他會堅持走對的路啊 所以賴興的主席他現在開始是要 先不管就是說 國民黨你到底要怎麼樣的黨內內戰 國民黨到底出來是猴還是出來的是郭 或者是說猴跟郭都不放棄堅持到底 然後還會有地宿組的候選人 不論如何他自己的選舉總是得做 我們來看其實從這個6月 應該是說從4月15號開始 15號的台南 從他的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本命區開始 然後到高雄到台中 然後最後宜蘭這個民主勝地 最後6月25號暫定就是會在新北 因為新北也是非常重要 原因在哪裡 在於他的故鄉 他的萬里出生的 那這個小英之友會 我們都知道過去是力挺 蔡英文總統 現在有一個信賴之友會 對 那這中間兩個會跟會之間有沒有交流啊 應該說之前我們 用那個新來之友會 我們是想要比照小英之友會的模式去發動 因為之前小英他在做這個後援會的時候 做得非常的厲害 他把就是各地的精英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地方的士生 還有一些陶廊 全部組織在一起 他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 那我們就想要比照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各個就是縣市都全面開花 那我們確實在台中的地區 就我們有聽到 就是說小英之友會跟那個新來之友會可能會合流 4月30就這個禮拜天 沒錯 就是要互相合作 因為其實這是不能分割 因為國民黨很喜歡去操弄 好像什麼小英跟賴清德之間有什麼心結啊 可是我要說真的沒有 你看小英其實有很多國際場合 他都是讓給賴清德副總統去參加 你就知道其實他就是很完全覺得 他就是他的接班人 所以那就是因為國民黨很無聊 一直在那邊去炒弄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基層基本上 你看這個兩個團體的合作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 其實基本上第一是沒有心結 第二大家就真的是挺賴富 希望他可以很順利的變成總統 所以獨心高手要拿出你的良心 講真心話 是的 沒錯 真的 不要再操作了 至少是一個什麼 團結的民進黨 可以選出一個人在這裡往前衝 但是呢 猴猴跟阿明到底誰會勝出 而且5月17號接牌的時候 我們就回來看我們政治獨心術 這三位獨心高手講的對不對 包括在揭牌揭秘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人會真的願賭服輸 或者是願參加 然後知道自己怎麼樣的 應該說什麼 退場嗎 還是好好的結尾呢 政治獨心術 每個禮拜二跟禮拜六 晚上的9點鐘 我們會直播跟大家介密 來揭密 到底政治的這一局 選舉的這一局當中 有哪些枚槓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政治獨心術 處於每個禮拜二 晚上9點鐘跟你再會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